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不可以 人心倒给一点点就好 可不可以 不要让我被车上倒 那天经过路上 看你夫阿婆 阿婆走在路上 好心脏蹦蹦跳 路边的山枝坑 高贵的欧边路 还有走在路上 笑笑如着茶 我想问你 我想问你 可不可以 人心倒给一点点就好 有考虑到附近的商家 第一个 全桃园最 全台湾最窄的车道 三米 三米的车道有怎么样走风车 所以第一个 这三米的车道就非常的不合理 第二个 在三米的车道要应急一个2.8米 机车停车格跟人行道 我跟各位报告 水溝盖加人行道 好 就算走得通 但是水溝盖上面的坦档 大家都要拆开 都要拆掉 影响到商家的情欲要干嘛 所以说 人行道也不符合规定 所以 人行道最狭窄至少要1.2米以上 所以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空洞 那我们现在回归到现实面 第一个 车道三米 要走公车 要走行车 我觉得一定会有公共安全的问题 所以我希望车道一定要升到3.3米 第二个 你要保留人行道 或是要保留机车的停车格 只能保留一样 你不用三个都想做 结果全部行不通 车道也危险 人走在水溝上面也危险 机车停车那边也危险 商家的生意也不能做 商家的生意也不能做 都考虑到附近的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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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